好,大家好,这里是麦子学,我是讲师老卢 我们这一节课程中讲的是关于百度进驾或者是说SEM高级进阶的这个课程 在前面两章或者前面两个系列的课程我们讲过的是什么呢 是百度进驾入门的一些概念性的东西 第二章节,第二系列的课程我们谈的是关于百度进驾的一些相关的一些设置 那么我们都已经讲过了,也学完了,对不对 好,那么我们看一下高级进阶课程中会讲到一些什么样的内容 分为四个章节来讲解,第一章节百度SEM优化和调整的一些技巧 第二章节,质量度对账户的影响,那么怎么去配合这个创意的撰写 怎么在短时间内完成你的创意的撰写的这个所有的数据 我可以在一天甚至更短的时间我完成700多条的创意 那么这个我相信你也能做到 第三章节我们说的是什么呢 是着陆页的技巧和跟踪标记 怎么去让我们的关键词与我们的着陆页去跟踪 哎,用户搜索什么词 那么这些词对于我们账户的价值怎么去体现 怎么去做这一块的一个监控 第三,我们会谈到的是一些百度问答 百度知道 百度图片的这些营销的一些操作技术 为什么 因为这些都是为了我们的一个转化 为了让我们的账户有更多的访客 有更多的用户点击我们的广告 有更多的潜在的用户购买我们的产品 让我们自身获利 对吧 那么我们来看 继续说 第一章 第一章我们会说的是关于如何批量快速上传 当件账户 有一些人搭接账户的话 他需要三天甚至五天甚至更长的时间 我们教你一个技巧 在短时间内去搭接账户 还有什么呢 账户的设置的出价和地域 那么这些怎么去巧妙的去搭配 我们不是说出价这个设置很简单 修改这个也很简单 但是怎么去配合他的一个时间段 怎么去分配他的一个预算 对不对 那么账户的设置对我们的这个 效果的一个影响 是主要体现在哪些方面 我们会在课程中讲到 第三点我们说的是 你所不知的账户的一个优化思路 因为影响账户的一些因素 可以说是有超过一百多 每一个知识点你可能都会影响到 每一个小小的调动都会影响到 我们这个账户的一个效果 对不对 我们再来说第二章 第二章我们说的是深度分析 它的一个质量度的因素 通过分析质量度的因素来去调整 来去设置来去优化提高我们的这个质量度 因为你要分析的是什么 质量度的影响原因 它是什么来导致我们质量度的不高 通过它的原因去分析 是这样去调整 来这样去优化 这样来去撰写 对不对 这样来去设置 我们这个价格出价多少比较合适 对质量度也是比较稳定的一个情况下 对吧 还有什么呢 还有提高的一个技巧 通顺度 这个是不是涉及到一个创意 对不对 那么还有什么呢 创意的批量采集 批量采集对我们质量度 这些是不是质量度影响创意 创意也是影响质量度的 他们直接的话可以说是相互的 如何去采集这个创意呢 那么又如何去做这个创意 还有如何去监控这个创意 我们在课程中都会讲到 都会讲到 那么第四案章 我们谈的是着陆页 着陆页的设置 它的优化 还有什么呢 统计的数据和报告的分析 还有数据的监控 还有数据的监控 这些我们也会讲到 那么第四章 问答营销 它的一些高级样式 还有一些闪投 还有图片的推广 然后还有问答营销 问答营销是讲究技巧的 这些我们也会在课程中详细的就讲到 那么本次课程到此结束 我们期待我们新的课程 下一节课程正式开始 好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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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